转完曾销这才是熟悉的广州恒大,早早的就把比赛的悬念杀死,求你只需要沉浸在塔利斯塔门美妙的记忆中就好,这才是真正的快乐足球啊。 虽说这才是中朝重开后的第二场,但连续两场大比分战胜对手,已经完全可以说明现在这支新恒大的恐怖之处,也许和几支争冠球队的直接对话还有待观察。 但至少在虐菜能力上,广州恒大已经恢复到了英流的水平,在联赛的积分榜还处于落后位置的情况下,已经没有再留给恒大任何的犯错空间了。 先把该拿的分数拿的手再说,前场次重奏已成型这两场大胜,几乎从比赛的第一分钟起,恒大就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浪潮,对方的防守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。 这首先得益于塔利斯卡的加入,但也归因于卡纳瓦罗的妙手回春,现在,高拉特,余汉超,高林,塔利斯卡这四位球员,已经完全形成合力。 塔利斯卡的如鱼得水是进攻顺畅度的晴鱼表,虽然个人能力出众,但在这180分钟里,几乎看不到利用寒带能力单打独斗,而是更多的选择和队友打配合。 尤其是今天,塔利斯卡的一脚出球银血增多,这意味着他和队友的默契越来越好,而卡纳瓦罗对高拉特的使用尤其值得称赞。 尽管两场比赛都无法取得进球,但他对球对进攻的带动作用右目共睹,今天的前两个进球,都与他的努力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。 赛后,卡帅就把手攻击在了他的身上,如果有像高拉特这样的前锋不停的传抄,就可以创造那么大的空档,就可以给于汉超、高林等球员制造更多的活动范围,也会让队友有更多的空间来处理球。 正是得益于塔利斯卡和高拉特对比赛的影响力,将于左一右的于汉超和高林有了大量空间,或者一对一的机会,到林连续两场进球。 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,可以说,这四位球员正如同四重奏,不停地演奏出美妙的乐曲,还没到骄傲的时刻连续课场是真考验昨天晚上的赛后发布会。 刚率领球队大胜德卡纳瓦罗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兴奋,甚至以往在球队成绩不佳时,他还会简易在媒体面前,保持自信与微笑。 但昨天晚上却看上去有些严肃,在他的心里,甚至连赛的漫长,他说,现在什么都说明不了,还有十几场像决赛一样的比赛,路还非常非常遥远,还是需要我们不断努力的工作。 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来准备,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来期,接下来这个八月,赛程非常艰苦。 当然,希望每一场比赛,都可以按照预想这样,迅速进入节奏。 如果每场比赛都像今天这样,肯定就相对简单一点,其实不仅仅是八月,广州恒大的恐怖赛程,将一直延续到九月二十二日,八月的六场比赛。 他们要踢五个课场,而从课场踢全境开始,他们要连续面对鲁呢? 山花,国外和上岗,可以说,这几场比赛踢完后,恒大的八卦梦想还在不在,就已经相当清晰了,首当其冲是先把接下来的四个课场踢好。 这个赛季,他们只能在课场收获五个积分,位列全联盟第十四位,对此,卡纳瓦罗说,这个赛季过去,我们的课场成绩不是特别好,我们自己非常清楚我们这一点,我们连续的四个课场,会要在这方面需要加强,我们要尽全力把这四个课场踢好。 虽然两场大胜让恒大重回了正轨,但最联赛冠军的争夺是一场持久战,可谓是,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,相关推荐CM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的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